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对于这场伤亡惨重的重大事件 拥有数亿网民的大陆网络上却出奇的安静 没人敢随便发伤亡消息 也没人敢过问爆炸是否已造成环境污染问题 更没人敢质疑政府是否有独职行为 只有新华社通稿和央视新闻告诉你 他们只想让你知道的那点消息 23号上午 严城爆炸事故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报说 截止23号上午7时 事故已造成64人死亡 仍有28人失踪 危重21人 重伤73人 当然轻伤无数 但已不重要 所以没提 除了人员伤亡 还有2800多户房屋受存 但奇迹的是 这场相当于几十吨TNT当量炸药爆炸 并引发了2.2级地震的 充满有毒物质的化工厂爆炸之后几小时 官方说各项环境监测指标已处于正常范围之内 饮水未受影响 空气异常清新 岁月静好 党很英明 就这样 一次几乎相当于一场局部战争的大灾难 变成了中国梦中的一次小惊吓 国人可以继续憨然入睡 等待下一个更大的梦魇 应该说 与近些年发生的历次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相比 中共这次对舆论的控制和引导非常成功 中央应该给网监局和中宣部都记忆打工 因为前者成功封杀了所有非官方信息 而后者也成功愚弄了中国百姓 所以关于此次爆炸当量和伤亡规模 仅次于2015年天津大爆炸的巨大灾难 竟然看不到伤者状况 听不到现场描述 既没有现场记者 也没有调查追踪 只有习总在外访百忙之中发来了一句批示 和发布会上几个搭了着的脑袋 与中共官媒每天对他国灾难 全面及时挖地三尺的报道大响警庭 给人一种 中共媒体更把他国人民生命安危 放在第一位的错觉 你关心他国人民冷暖也就罢了 就算中国人民养了一群吃力爬外的白眼狼 但帮助中共掩盖真相 甚至把真相说成是谣言 并间接造成这次灾难的发生 则不能不说是中共官媒丧尽天良地 参与了对中国人的谋杀 2011年 就在相距这次爆炸两条街的 另一家化工厂发生有毒气体外泄事件 刺鼻的气味把半夜还在熟睡的人们熏醒 于是有人传言 陈家港化工区的化工企业要发生爆炸 导致方圆十多公里的上万名居民惊慌出逃 但央视却立刻出来辟谣 叫人们不要轻信谣言 政府是负责的 工厂是安全的 估计当时有许多人相信了央视的话 没及时搬家而一直住在这里 直到发生这次大爆炸而付出了惨痛代价 所以说央视参与了谋杀并不为过 事实上 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该园局发生过多起事故 如果政府监管到位 媒体真实报道 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但遗憾的是 这个在正常国家再正常不过的事 在中国却都成了奢望 在当今中国 媒体早已腐烂没变 不仅讲不了真话 更成为政府的附庸和喉舌 共同欺骗中国百姓 正如降水的县委宣传部 在交流如何对付媒体 引导舆论的经验中所炫耀的那样 在突发事件传播中 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 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 从这次对降水大爆炸的报道来看 敢于抢发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的中国记者 几乎绝迹 借用一句网络流行语 问下大陆的媒体同行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串串烧 小莫 你刚才擦嘴的是吃什么呢 中午没吃饱 刚刚从中国超市买了一根香肠 浓浓的家乡味道 你怎么还敢吃从中国进口的香肠啊 你没看新闻吗 当然看了 前段时间美国海关插获了100万万从中国大陆偷运的猪肉制品 包括香肠 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官网介绍 这批猪肉制品是由50个集装箱运进纽瓦克的纽约港的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农产品没收事件 众所周知 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非常严重 专家表示 如果非洲猪瘟感染美国牲畜 可能会在一年内对猪肉产业造成100亿美元的损失 由于这些走私猪肉制品被认为主要是供应给华人超市的 此案一经曝光 在华人圈引发了强烈反响 网民们纷纷表示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投毒吗 的确 虽然走私这种事情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评论普遍认为从这次猪肉制品走私的规模看 多达50个集装箱 从原料生产到包装 从加工到运输 从装船到海关检验 运到美国来中间要经过多少环节 这不可能是哪一个私人企业可以做得到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有政府在背后操控 还有网友奋恺地表示 中国大陆各地几乎全部被猪瘟病毒攻陷 面对如此大的危机 中共不是严控疫情 而是有意将猪瘟病毒作为武器 大规模地向国外输出 实在是用心歹毒 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 在他的推文中这样总结说 这是中共的战略创新 第三是七级 走私输出猪瘟 别担心 我刚才吃的是Made in Canada 你能想象一下吗 假如你是一名学生 每天你戴上一个智能手环 于是这一整天 你去了什么地方爬了几层楼 吃了什么东西 做了什么运动 你的心跳频率 睡眠状态 所有数据全部都被记录下来 24小时全覆盖无死角 等等等等 你确定你说的这是一个学生 不是什么罪犯或者小白鼠吗 没错 我说的就是学生 不是罪犯也不是白鼠 近日爆出赵党又出新招 以构建智慧校园及教育大数据的名义 利用智能手环大规模搜集学生的日常生活数据 这种侵犯学生私隐行为 以广泛在各省市学校推行 首批351个中小学被当作试点 这让我想起 去年爆出的杭州第十一中学 把人脸识别技术引入课堂 建立所谓的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 没错 对了 你知道去年杭州第十一中学 所使用的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 是谁供应的吗 是谁啊 正是将赵党信息监控输出海外的海康威视 海康虽然在海外碰壁 但在国内仍然大有市场 近日在国际上曝光出来的 赵党迫害维吾尔人修建了大型集中营 所谓的新疆再教育营 这个集中营中的监控系统 也是由海康威视提供的 看来在墙国不管你是集中营里的还是集中营外的 在赵党眼中你都是这高墙下的囚犯 设想投钱的敌人 说起赵党的监控 华为作为赵党修墙工程的第一工程 在国际上已经引起众多国家的警惕 近日丹麦最大电讯集团TDC发表声明 他们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将放弃华为 选择瑞典公司爱立信 在丹麦构建5G网络基础设施 是的 由于国际社会有理由相信 有着军方背景的华为 会将所有的数据交给中共 所以在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呼吁下 多国相继抵制华为参与5G电讯设备项目 美国已经警告包括德国 匈牙利和波兰在内的欧洲盟国 不要使用华为5G网络技术 否则将无法获得情报共享 不过德国似乎对华为的监控能力 以及中共对企业的控制能力 未有清醒的认识 据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 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 双方互不进行间谍活动 作为交换 德国不必将华为排除在 德国的5G网络建设之外 你是说 德国想跟赵兰用协议的方式 禁止间谍活动 你觉得这招能管用吗 哎 我觉得吧 这就好比让冠犯小偷写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偷了 你觉得这是靠谱吗 我觉得呀 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川普的做法 近日美国表示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等下周将在北京 与中国官员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为确保中国遵守协议 即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美国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话说 近来赵党为了尽快度过贸易战危机 一直在努力表现 首先是两会上赞美敢提2025 接着两会上还冲刺通过外商投资法 此外 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更是保证说 中共从来不要求本国公司 从事间谍活动 这番话引起了不小的质疑 本来中共是希望给川普一个好的印象 早点把这增加的关税取消掉 别总在脖子上悬着把刀 现在川普却说 即使协议达成了 也不能取消关税 看来赵党又是白忙活了 唉 可叹中共耍诡计 无奈美帝太聪明 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问题 尚在发酵之时 江苏新化市又被发现有问题奶流入校园 学校发的江苏太子乳液生产的全脂调制乳已过期 值得关注的是 这已经不是太子乳液第一次出现商术情况 去年9月 太子乳液两次被爆出大肠杆菌超标的问题 讽刺的是根据公开资料 太子乳液曾新后获得新化市放心消费先进单位 江苏省学生引用奶定点生产企业 质量评比优秀定点生产企业等多个荣誉 你说这些荣誉都是谁给发的呀 家长们会不会去抗议维权呢 难说了 你想想 刚刚发生的中学读食堂事件 短短几天时间里 事件就从家长上街维权 各大官媒声讨揭露 设施集团公开道歉 突然剧情大反转 成了家长蓄意发布虚假图片视频 已被刑事拘留 所以这次的问题呢 受害家长是否还会继续站出来抗争 就难说了 话说 读食堂事件的剧情大反转也太离谱了吧 说是家长恰获学校 请问这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好处吗 说谎也得讲点质量 不能太粗枝滥造了吧 这能有人信吗 你呀 naive 赵党啥时候问你信不信了 他问的是你服不服 看来呀 今年注定不平凡 这第一季度还没过完 中国就发生了流迁换胡 灵清道倦 有诗朗诵 家长没变这四大起案 开创了中国梦魇般的新成语时代 2017年初他发生了一段时间 昨天经家里疏忽